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说他在日本住了这么多年 他的身体语言 这个你在中国找不出来的 你点头还要惯了 你看他一笑 是不是 电影里要演那个汉奸 我们这个话叫挂像了 挂像没这么一个挂像 你再把头发往中间分一分 真的 现在祖国影坛缺你这种人 欢迎欢迎欢迎贵兰 等翻译完了还配个女人 没错没错 最近不光是我推荐他演汉奸 全国网友都说他是罕见 其实我不是 今天他特别开新闻发布会 这是中国护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长下到没到期 过期了 拒签这么多 这个旅日华人 非常时期 我们这边风起云涌的时候 是吧 你在日本 你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坐在他开的湖南菜小餐馆里 每天无数个人来问 哎 什么时候砸呀 什么时候砸呀 谁来问 谁问 就是比方说中国的媒体 也会打电话来问 还有些朋友关心我的 也会来问 是不是会有人来砸我的店 你们店是不是要搞一个太阳棋 其实我们店也经常会有右翼的 因为我 因为自己在那里做媒体 或者写东西的时候 会有些右翼的这些杂志的 报纸的一些头目都会来的 我们都会都可以交分意见的 他就在我的毛 我们店里有一个毛泽东的 很大的一个画像 他就坐在那个底下 他们在密谋 他们明天要去游行都有可能的 我们的谈的我们是观点不对 但你猜好吃 那我们还可以讲 所以这个还是还是比较稳 还比较淡定 就是说我们意见可能是不一样 他们也没有人一定要逼着 哎 这个调调一定是我们日本的 你讲是不是日本 他没有没有人会来质问你 但这么问你的是中国人 对 最多的就是这样 相反 而且当然也有一种调感 就哎呀 你们应该啊 我们都觉得没有面子 我记得有个叫穆老师 穆帮富老师 他在微博上写 他就写 应该啊 我恳请日本又去砸一砸 歌舞基地李小木的湖南菜馆 要不然我们都没有面子 因为中国当时这边在砸 是这个意思 我们砸的是我们自家的 所以说如果砸我呢 还砸对了 因为从老板到员工 到所有的都是中国人 我今天看见一段这个毛鱼士 老先生是微博 还不是玩玩微博 他好像一段话 就说呀 我们应该跟日本人民一道 反对日本军国主义 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啊 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 甚至于当年按照这个 因为这个二战呢 而这个死去的他的人民 和他的这个这个阵亡的 这个士兵来说呀 就是日本人受日本 本国人呢 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啊 这个受害的比例啊 甚至更高 没错 没错 我觉得我的感觉 虽然我对这个事情 嗯 不好下太多判断哈 的说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 到了民众角度 我最喜欢的 最欣赏的 还是就那个理性的处理 就是一个国家 不管出现什么状态的时候 老百姓是一种 因为他文明的程度 或者是法治的见识 到一定程度之后 他是用理性的态度 来看待这个问题 你别触到我的某一种 做人的底线 嗯 如果说现在军国主义 真的要挑起日本的那个什么 可能我相信 日本的反对声音都会出现 出现 他不会被一窝蜂的挑起来 因为他理性的程度够 你说这个 我就想起 我这个要 因为要采访他 我就看了一个 一个有个叫王刚的人 是吧 王刚 写了篇文章 就叫旅日华人非常时期 这个很有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我 幸亏你回来了 我特别想知道 在日本是个什么动静 他因为他这个报道里讲 他采访了很多 在日本的华人 包括是中国的记者 在日本的 他说接到国内 最多的这个电话 就是说什么 担心 不是担心 就问他 说哎 日本颤抖了吧 日本颤抖了吧 我们这边砸电砸的 日本颤抖了吧 你知道吗 黄谬 就是我就想 当年说那个天津卫 天津卫 就是说 有那个道上的兄弟 去踢馆 或者去收保护费 采取什么办法 不是砸你的电 拿把刀子 吭吃一下 插大腿上 看你心疼不心疼 是吧 看你害怕不害怕 我都不要命了 你还要怎么样 所以他那个中国记者 就是说 收到国内最多的电话 是不是日本颤力了吗 那你说说 对 前一战他们颤力了吗 我觉得没有 他越是看 因为他也是滚动性的 在报道中国的那些画面 不管是烧也好 是各种各样的画面 每天都在不断的 民众看完以后 他现在在想 就是他就觉得 不是最针对他来的 日本人 他反而觉得 你们这么多 好像这不应该 是为钓鱼岛吧 只是借着个口号在喊 你们是不是 还有别的事 就觉得 你再这样闹下去的时候 他们反而觉得 如果说真讨厌中国的话 他反而很开心 乱的不是他这边 是你们那边闹 因为他一点不 他不担心 因为他们这边一点没闹 他们很淡定 他觉得这种岛屿的事情 这种主权是政府去做的 是政治家去演的 实际上他们也很明白 他们政治家 并不是只是一小撮 要跟中国闹 或者是怎么样 他们都是应该是 一大撮都要跟美国脱离 你想他被美国管理了 那么多年 照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中国老百姓 至少上街的这些人 咱们感觉到 那对于领土问题 是个非常高的概念 是吗 那难道说 日本普通平民 对于钓鱼岛归谁 他不大比较淡漠吗 那肯定比中国淡漠一半还不止 应该怎么讲 因为他觉得这个 他们本身 他们已经管了那么多年 他们管了那么多年 他觉得是他们的 他觉得这是政治家 应该去玩的事情 他们有日本安保条约在保护他们 所以我提一个问题 一个假设的问题 对 现状因为以前是这样 你比如说 假如说今天中国 派了一艘海监船 登上钓鱼岛了 那么这件事 会引起日本相当国民的暴怒 当然我们的 我们的 就改变了这个 这个 政权和海政权 他们还是担心 就是我刚才讲的是 在这边 我们上街他不担心 你去的军舰开始去了 包括台湾的去 他们也很担心 你看他连担心到 他把所有他们的海监权 都派到钓鱼岛附近 结果他们那边乘的船 停止了三天 三天以后再开始 再去的时候 已经收不到人了 因为他没有船了 这新闻上就公开报的 是吗 就为了这幅钓鱼岛 出了海难了 出了海难 已经翻了船了 都没有船去 海监船 所以安倍早两天就讲 他说如果他要当了政权 他要夺了政权的话 他要增加这个海监权 要多增加这些人员 要多博这些预算 所以他上台之前 他一定会这样讲的 因为他怎么 包括石原生 他也要利用美国 去来搞这个钓鱼岛 实际上我想 真正大部分的日本 包括政治家和人民银行 都不愿意跟美国搞在一起 他毕竟你想 他这么多年 被另外一个国家管 你说谁愿意 你说谁有一个脑站在里 后面指手画脚 谁都不愿意 越是政治家越不愿意 但是他一旦遇到 跟另外一个国家有问题 他必须要这样利用 其实我们中国当年 为什么跟日本建交 跟美国建交 就是为了对付苏联 不一样 你看 当然这个 小木就讲得深了 成了国际问题观察员 我想会不会 当然是国内媒体 大概也是选择性报道 我也看到日本的一些声音 你好比说村上春树 听说中国的书店 把日本作家的书下架 他就写个文章 表示很痛心 而且说呢 就说我们日本 可不能这样做 对吧 我们怎么怎么着 包括那个大江建三郎 听说在前一阵 也是开新闻发布会 甚至我怎么看到 中国媒体的报道说 大江建三郎开新闻发布会 说钓鱼岛是中国的 是日本抢走的 是吗 他对二战这段历史 他是比较客观的 在讲这个问题 就是说希望 希望两国政府 应该把它谈下来 而且有些东西 还是要公布于清清楚楚的 但在某种意义上 他是比较靠近我们中国的 不是完全 应该这样讲 他是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其实暂且不说 他的结论问题 这是又是一个 政治环节的问题 其实从这两面看出来 就是说一个 一个相对理性的国家 一个相对文明程度 稍微走过去的国家 在言论上 思想上 对吧 你是可以 你不一定左倾右倾 你可以不一定被民众 或者某一些声音 全部绑架 你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比方左翼 他可以讲这个钓鱼岛 是中国的 也可以返美 还有甚至讲 钓鱼岛和琉球群岛 是一个整体 是被日本占领的 应该让它独立 也有 海外有这么一说话 他有这种声音 他要求 要从日本独立 然后自己 以前历史上 跟中国的关系 应该去恢复 他们的关系 他不是说 一定就是 那是中国的 他不是这样认为 他认为那是 他们琉球的 琉球那个地方的 那个地方应该独立的 反美 所以你知道 现在有的这个中国记者 到日本 整天大街小巷 找 找什么你知道 找右翼 右翼在哪 怎么回事 待会再说这个右翼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2012中华小巷 环球大赛 指定橄榄油 地中海欧力微蓝 特级出炸橄榄油 你看我给念念 他这个报道里 讲的一个 就是说 朝日新闻 说你那餐厅里 放朝日新闻 这份被视为 态度侵华的报纸 是就是说 朝日新闻 有一个最受欢迎的专栏 叫天生人语 就是评论吧 然后918那天 他的评论怎么说呢 说我们既不挑衅 也不上别人挑衅的当 不煽动闹事 而且态度坚决 他评论到 站在同一个较量场上的日本人 可不能头脑发热 然后他这是中国记者的观察 就是但是呢 他也跟几乎所有的日本媒体一样 集体回避了同一个问题 钓鱼岛究竟是谁的 中国记者说 当然是中国的 他就 我就是说 中国这么风起云涌的 这个时候 日本 他们就在说 怎么怎么不砸呢 好像唯一说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把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俄罗斯大使馆门口的车给烧了 不 他自焚的那个烧的汽车 在俄罗斯大使馆附近 他是 他说嘴巴上是抗议中国 其实他是抗议北方施党 搞错了是吧 他不是搞错 他跪在那里的 因为他可能在那个大使馆的附近 那边的那个紧闭不是很严 现在中国大使馆的附近的紧闭非常严 很多警察的 所以他烧车 他不如跑到俄罗斯的门口烧 比较方便 然后他两方都抗议 因为日本他也 他跟有那个北方施党的问题嘛 那他也是冲谁呢 那他烧车是冲谁呢 他是嘴巴假是冲着中国 实际上俄罗斯大使馆门口 烧的也是他自己的 对 他自己的 这方面中央两国人民有点像 是吧 消自己的 这是一个例子 还有在 还有另外还有 还有几天小时 就在福岗 也有砸中国的餐厅 就是 就是深干半夜 把玻璃打烂的 包括中资企业的 那个事务所的玻璃 这晚上没有人的时候 还有一个就是在神户的一个学校 把学校的门 就没有两点多钟的时候 把他放火 正好被巡逻的警察 那时候警察比较担心 因为中华学校嘛 随时有警察巡逻 可能刚刚点燃 烧了一点点 就被警察发现 而且这个犯人还自己自首 是他干的 其实这一点一系列的活动 都是一个组织干的 就是那一小撮 那是真正的优异 OK 所以这些人呢 也就是那么二十个三十个人 所以真正我们 我也有就是回来的上个星期天 遇到两起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天是大的报应 星期六两起抗议 就抗议中国 一个是在那个新宿 就是我们新宿 我还担心怕他找我们家店呢 结果没来 他在车站晃了一下 他规定两点钟出门 四点要收 在什么地方收 都是警察就跟那些游行的 只有一两百人 就有那么多警察 前面是警察带路 后面是警察压着 两边 而且有单行度 基本上 像监狱转一犯人是吧 但是他们拿着 刚才拿不在喊而已 这是一起 还在那个池袋也是一起 池袋也一起 那也就是一两百人 在那边游完以后 到一家中国的一个 叫阳光城的一个餐馆门口 也就是半个小时 该什么时候测还不测 他们测完了 那些防暴警察 还怕他们个人再回来 闹事 把所有的前后路口 都把他守住 一直等到到深更半夜 真是脱了衣服都走了 那就没有了 有一个中国使领馆的工作人员 说尽管没那么 实际上也没发生太多事 但是他就说精神很紧张 说右翼 看见右翼了 说右翼 什么是右翼呢 就说一辆小吉普车 是吧 围着这个大使馆 藏家转一圈就走了 然后说原来一天转一次 说这几天转的琴 上午三次 下午三次 藏家转一圈走了 搞地下工作 那个吉普车里大喇叭 放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音乐 OK 右翼出来了 我跟他讲的这个 这个大使馆的是 那天也有上一千多人 到中国大使馆的门口去抗议 现在公园 在戴戴木里面公园 集合一千多人 但是到了中国大使馆门口的时候 只能五个人 五个人 就是警察到 安排到五个人到门口 喊五句口号 就移走 再来五个人 所以一直到晚上准时七点钟 结束 五分钟以前宣布结束 最后五个人 拿着其中 我跟在后面拍的 干干净净净地下 干干净净净走了 然后隔了半个小时 警察拆完了 就在附近一个拉面店 我在这里讲讲应该没问题的 我刚刚进去 我也进去 正好就是在大使馆里面工作人员 名字我就不讲了 他们也进来在里面吃饭 我就听他们 因为我听得懂中文 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就讲 我还想着今天会来很多人 就来这么点 还不够吗 对啊 生意没做 没事 就是大使馆的也到那边去 工作人员到了 也下了办办理去吃面 也到那个饭馆吃饭 大使馆也延队以待 就是他们已经习惯了 在日本的大使馆里 就是觉得 日本还是会很规矩的 他就是这么点人来 他们自己在调侃 他们应该多来一点 一次五个人 就是呀 日本人也不觉得不过一样 不像当年那种马来西亚排华的时候 你看又烧又强 日本不存在牌坊 你看85万华人 大使馆统计的是80万 讲的官方讲的是80万 还有还有很多没有登记的 85万左右都有 都没有事 这85万华人在这段时间里 他们精神上紧张 我觉得肯定紧张 而且我觉得很委屈 因为他们家人在跟他们打电话 说哎呀你们会担心 他没办法去解释 然后呢会不会有歧视 昨天来我就今天来 昨天晚上我们一帮律师 中国律师在日本的 已经工作很多年了 我就问他你们有没有委屈 他没有 但是我们在讲这讲 我就看到有女孩在掉眼泪 我就觉得他们很委屈 其实真的 他委屈什么呢 就是应该讲 就是这么多华人 他没有办法去跟谁讲 对 你要说 对他跟自己的父母也不好 不好怎么讲 你让他马上回去 像山岳地震的时候 他可以撤回去 现在不是那个时候 因为他没受到这些 你要说没有嘛 显得你好像你怎么了 你怎么好像还 他也不敢讲 他也不敢公开在微博上 在网络上讲 我没有事 这什么都好 的确是什么都没有 真的 所以有时候 对面对着国人的时候 面对着自己的亲戚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讲 这是受国人的委屈 我觉得是 并没有受到太多日本的人 或者他公司 你看我在 有个画画的一个叫 一个很有名的 画金句和国画结合的一个老师 李老师 他的女儿 他开的公司 他底下全是日本人 没有一个日本人来跟他讲 哎呀 教育大 就是我们日本的 不是你们中国的 绝对不会跟他讨论这个问题 不能跟他当面 你就给他没面子 或者怎么样 该工作还是工作 该做什么 做什么 所以很多华人 我觉得很委屈 就是 因为在大使馆 不跟他说 每个人给你做安抚你 做工作 难道我家店 你只要来我家店 我说九免 来 你们想吃什么 有馨菜 我送给你 我真是这样 我觉得有华人来 因为现在没有旅游人来 以前还有点旅游的 现在没有旅游了 那么他们觉得 有这个国人 给他造成一种压力 他应该在某种场合 宣誓 钓鱼岛是中国的吗 他没必要去讲这个 没有这个机会 85万华人 没有一个人上去去抗议 这就是为什么 我也搞不清 你说85万人都不爱国吗 你说我不爱国吗 我在专栏上 我在哪个媒体 你们在敌后 这样子 不是 我在公开讲 还没成敌对国 我在专栏上和在直播节目里面 公开讲的 钓鱼岛的问题 就是我们中国的 就是这个野田愚蠢 没有自民党 智慧高尚 没有高明 自民党他就知道先搞经济 这个是有鸽子的争议 应该承认这一点 你不能国有化 所以这小木 就说的哽咽了都 对对对 为什么带着中国护照 今天上咱们节目 这是为日本 八十万华人宿美去的 是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们的家 天大地大 我们是大地的孩子 生息延绵 格力让天空更蓝 大地更日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传厂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洞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郎 这个里面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比如说我在香港 我感觉到应该允许人 有多元化的表达方式 或者说甚至是不表达的方式 一个社会是分分别类的 你看我第一次去香港 我觉得非常奇怪 我说他特首府 那个时候叫总督府门前 就几十个人游行 你知道就在十米开外的人 该上班上班 踢班走 看都不看 哪都是这样 他不会让我觉得 你要是在我们这一地 你敢不跟着去 对吧 你还汉奸的你是吧 或者是 或者你平时有什么别的诉求的 说要涨工资 要求度个价什么 你又不能去 所以这个里面 所以这个里面 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我过去还学过一个词 在毛泽西语录里 还有个叫开明示身 李鼎明什么的 对不对 就是说 比方说 有的人 以爱国的名义 他去 甚至于 炮头炉 洒热穴的都有 对吧 或者他上街 或者他游行 但是有的人 我也说 钓鱼岛是中国的 可是呢 我全部的时间 还是用来做好 我手头的工作 也许我没有游行 也许我没有跟着你们去喊 对吧 可是我也没有做损害 祖国的事情 那是不是这种人 就不能存在呢 也应该受到尊重 你工作也好 你这样反而是更好 稳定 但是你要游行的 也不反对 因为本身游行 去表达自己 是我们的基本的人权 权利 可是 但是发展打砸抢 那这里面就有好多问题了 对不对 是不是有人 但你像这些 在日本的华人 他如果没有表达呢 没坑声呢 也可以啊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